这期分享一篇讲官场的连载 名字叫 一线混官场 日落西山 一抹晚霞 从秋原县电视台上空快速掠过 此刻 在1202办公室内 一个身材修长的绝美少妇 正站在办公桌后 王欣 秋原县电视台台长 此刻 他正死死盯着办公室地板 目光所及 只见一个英俊帅气 身材高大的男人 正满头大汗 趴在地板上 两只手紧紧抓着一块抹布 正卖力地擦着地板 他汗如雨下 痘大的汗珠 从脸颊不断滑落下来 又抬手擦了把汗 偷偷瞄了眼 七米外 王欣一身粉红色连衣裙 面容娇美 身姿曼妙 两眼却释放着一道寒光 目光相撞的一刻 他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 又迅速埋头苦干起来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曾经微风扒面 让人不寒而栗的男人 现如今却趴在一个女人面前 简直是奇耻大辱 心中暗骂 王欣 你特么别太横了 当心把老子惹急了 现场就罢了你 而表现在王欣眼里 他就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已足足干了半个多小时了 他叫石可骏 是县电视台办公室科员 才考进电视台不久 半个小时前 石可骏忙了一个下午 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 就在这时 一阵熟悉的咔哒 咔哒的高跟鞋声 由远到进船来 石可骏不由暗骂了一句 你压的 完了 母老虎怎么回来了 因为他瞬间想起 上午下班前台长王欣的话 石可骏 下午把我的办公室打扫干净 尤其是地板 你可别偷肩耍滑 回头我要检查的 这种事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打扫卫生的事 怎么这也不是他这个正式工干的事吧 自己可是千辛万苦 才考进电视台来的 是有编制的正式职工 难道就是来给你打扫卫生的吗 单位有专门负责宝洁的阿姨 可这位美女台长就是不用 愣是跟自己过不去 真是活见鬼了 想到此 石可骏不知从哪来的勇气 放大了声音说道 台长 您这打扫卫生的事 我让宝洁阿姨来做 您看行不 再说 没等他说完 台长王欣就马上打断了他的话 恶狠狠地抛出两个字 不行 石可骏从恐怖的回忆中 跑步赶了回来 此刻他只得无奈摇摇头 又长叹了一口气 真是山雨越来风满楼啊 还没想好应对的办法 台长王欣的声音 就迅速从正对门办公室里传了过来 石可骏 你给我滚过来 听到他的声音 石可骏头皮就是一阵发麻 他一百个不想去 犹豫片刻 没办法 自己以后还要在这里混 为了将来 石可骏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这时候 突然想起 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 在象虎山行 随即深吸了一口气 又抿了民嘴 暗存道 你压的 爱咋咋地吧 只见台长王欣站在办公桌后 双手抱胸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没有废话 直接冷声喝赤到石可骏 你小子 把我的话荡耳旁风是吧 言语中充满了冷酷与霸道 这一刻 石可骏知道 他想说什么事 没办法 今天我也来个装傻冲愣吧 看你能把我咋地 气死你 母老虎 母叶叉 在心里发泄了一下不满 石可骏迅速平复心情 一脸疑惑地笑着问道 台长 请问 您有什么指示吗 哼 我说石可骏 你可真会装啊 还跟我耍心眼 不过 我提醒你 在我面前 请你放下高傲的自尊 石可骏张着嘴 盯着王欣 怒气冲冲地翘脸 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王欣缓了口气 加大声音 接着说道 因为你是专门服务我的 我的话就是圣旨 不管对与不对 你都要执行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单位的 一口气说完 王欣因为愤怒 整个人微微颤抖起来 早上我让你打扫办公室的事 你似乎没把我的话听 进去啊 你说现在怎么办 原以为他不提这事了 可结果偏偏相反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个 台长 您听我说 下午我一直在给您准备明天会议的材料 那个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要不您看看这 说着就递过去一份材料 石可骏 少跟我来这套 你这点小心思 在我面前玩 你难道不觉得可笑吗 王欣看 也没看一眼 更不会去接他递过来的材料 言语更加的咄咄逼人 根本不给石可骏一点余地 石可骏只得见尬地将材料放在他桌上 又看了眼墙上的闹钟 已到下半时间了 而他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事 石可骏也很聪明 不管愿不愿意 总归是领导交代的 多少有点理亏 这时候硬扛是很不理智的 只得强颜欢笑 台长 这不下班了吗 我晚上有点事 这样吧 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打扫 保您满意 咋样 不行 不行 必须是现在 直到我满意为止 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就在这监督你 再要耍赖的话 我分分钟收拾你 听完他的话 石可骏心里这个气呀 可也没辙 谁让人家是领导呢 心想着和他磨嘴皮子 也不会有结果 不如赶紧干起来 现在正值盛夏 屋内虽然开着空调 但做起事来 那效果也是不行 没过几分钟 已是满头大汗 王心办公室是木地板 擦完桌子 看着他几十平的地板 石可骏也只能把心一横 拿起抹布 趴在地上一点点擦起来 因为王心不允许用拖把 说那不卫生 非得用抹布一点点擦 期间 石可骏用余光瞥了一眼 王心还是那个姿势 目不转睛盯着自己 眼神中 透着一股寒气 自从石可骏被分到办公室 这半年来 受尽了他的折磨 与各种刁难 他也是个血气方刚大小伙子 也有脾气 但是没办法 自己是穷苦人家出身 家又是外省的 无亲无友 每逢刁难 石可骏都劝自己 千万不能冲动 忍一时风平浪静 这年头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可能台长对自己有啥误会吧 再说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跟他见识干嘛 二十分钟后 当石可骏从地板上爬起来 满脸含笑看着王心 台长 干完了 我可以走了吧 此刻 石可骏口袋里 手机一直震动不停 晚上聚会的兄弟们 又在催他了 可他这个东道主 还被困在办公室 而王心则还是阴沉着脸 细血地看着石可骏 我说石可骏 你这也是干活 你就这么完成 领导交代给你的任务吗 看来你不适合在办公室工作呀 石可骏心里一沉 暗骂道 你特么的这也太难伺候了吧 我这满头大汗 连内裤都汗湿了 你 你还在找茬 几个月来积压的怒火 以一点点往上窜声 几乎到了一点就着的程度 而王心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在他眼里 石可骏虽然长得高大 却是个非常听话的男人 标准的腼腆男 看着石可骏 王心居然从办公桌后走了过来 一手插着腰 一手指着地板 吏声说 石可骏 我这三十几个平米的办公室 你只清洗了一次麻布 搞了半天 你是在写大字吗 幸亏今天我 在现场 想必你以前也是这么糊弄我的吧 石可骏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王心的话并没有说错 今天为了赶时间 他才发现 今天从头至尾 就洗了一次麻布 但以前却不是 你压得 今天被折腾得不正常了 石可骏 还有一个问题 你发现了莫 我这地板原来还不算太脏 经你这么一搞 反而更不干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听 嗯 哦 石可骏一时语色 连哼哼了几个字 这时候 王心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忽然一阵清香传来 此刻 只见他双手抱胸 一身粉红色连衣裙 显得极为好看 石可骏 不由多看了几眼 侯杰来回 快速运动 一连吞了好几口口水 显然 这一切没逃过王心的眼睛 心想 臭小子 事情没干好 还这副模样 这胆子也忒肥了 你的汗全部滴到地板上了 这满屋子都是你的汗臭味 嗯嗯 难闻死了 边说 边用手捂了捂鼻子 一副嫌弃厌恶的模样 石可骏差点没笑喷 这也太搞笑了吧 为了能早点走 他只得继续陪着笑脸 一副讨好的说 台长 我晚上还有点事 要不您看这样吧 明早我重新帮你擦一遍 保您满意 您看如何 石可骏又重复了一遍之前说过的话 他是真的急了 口袋里 手机都快将他震抹了我的美女台长 差不多就得了 千万别逼我 真的把我惹恼了 老子立马把你那个了 似乎是心有灵犀 王欣接下来的话 让石可骏彻底爆发了 但 石可骏 你的父母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吗 我告诉你 今天不干好 休想离开这里 不然明天就给我滚 石可骏的脸 从微笑慢慢向阴沉转变 父亲早年因病去世 是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 而母亲也在前年出了车祸去世 骂他的父母 是石可骏的逆临 一旦谁碰了 就会遭受排山倒海般的打击 直至将对方打趴下 此刻 石可骏的表情又从阴沉变成了微笑 眼神变得怪异起来 王欣是女人 他自然不会举起拳头 看着面前的王欣台长 眨眼间 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王欣只感觉眼前人影一闪 随后 整个人就被石可骏抱入怀里 从前 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男人 此刻却显露出无边的霸气 他愣住了 当一切归于平静 石可骏坐在地板上 喘着粗气 正心慌地看着王欣 一片叹息之后 心跳逐渐回归正常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此刻 王欣表情木然 两眼通红瞪着他 俨然就是一副要吃了他的样子 是委屈 是怨恨 还是 估计他资格也分不清了 过了好一会 王欣才逐渐恢复了平静 另外一个想法 涌入脑海 眼前的这个男人 自从来到电视台 一向都是唯唯诺诺 就在刚才 瞬间脱胎换骨 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莫菲这小子平时的样子是装出来的 骨子里却透着强烈的男人气概 王欣忽然发现 莫菲自己并不是真的恨他 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 谁也没有先开口 此刻 石可骏非常后悔 你歪的 真是个混蛋 刚才怎么干了这畜生不如的事 反过来一想 他又有点释怀了 谁让他这么作奸自己的 想归想 不过石可骏并不傻 这个时候适当示弱 还是必须的 他首先打破了沉寂 带着歉意说道 台长 对不起 我刚才太冲动了 请您原谅 然后伸出手去 想要拉王欣起来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伸出去的手改变方向 去捡地板上的衣服 砰的一声 气急败坏了的王欣 抬起脚猛的一下 石可骏在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 着实被踹得不轻 关键是被吓了一跳 他差点没从地板上蹦起来 滚 滚 滚 一连三个滚字 足见王欣此刻心中的愤怒 石可骏并不想就这么离去 他不傻 不呆 如果这时候走了 只要王欣一个电话 就意味着他因这次冲动 而彻底完蛋滚 滚 滚 这下石可骏犯难了 转过头望着王欣 怯生生地说 台长 您不会报警吧 说完他就后悔了 此刻王欣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石可骏 你不要看我 还不快滚 不然我马上就 报警把你抓起来 说着就拿过手机 这下可把石可骏吓坏了 台长 您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我马上就滚 马上滚 边说边拽过自己的衣服 胡乱往身上套 就像个小虾米一样 往外退了出去 整个十二层 一片寂静 过道上的灯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人关了一半 石可骏并没急着出去 而是把整个楼层看了一遍 这是他在特勤大队养成的习惯 做事一贯很谨慎 刚才在台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 动静可不算小 尤其是刚刚王欣那声嘶力竭的怒吼声 万一有人没有离开 一定会听到 那就麻烦了 在确认整个楼层没人后 又四下扫尸了两遍 这才坐上电梯下楼 嗅了嗅鼻子 似乎有那么点烟味 石可骏摇了摇头 你压得 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 在这幢大楼里 他并不担心王欣的安全 因为门口有四个保安日夜职守 百密中有一书 今天石可骏由于刚才发生的事 精力变得不够集中 居然出现了少见的失误 此刻 在楼道尽头一间办公室里 里面黑漆漆的 没有开灯 办公室内烟雾缭绕 一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抽着烟 正若有所思着 刚才那么大的动静 他不可能听不到 王欣和石可骏 居然发生了如此激烈的争执 他本想敲门进去 犹豫了下 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了会 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楚 却能猜到几分 此刻 男子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意 真是天助我也 老子指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 王欣 你码的 居然抢了我的台长位置 出了门 石可骏直接打了辆车 去了秋原大酒店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 一点也不清凉 他心里却越来越热 霓虹闪烁之间 将窗户摇了条缝 一阵热风瞬间灌了进来 他抹了把汗 又瞥了眼出租车师傅 师傅 你不介意吧 小伙子 没事 这世上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 就像我 曾经也有个体面的工作 现在开出租 不也是挺好的吗 再说 明天就降温了 你的心情也会好的 呵呵 石可骏咧嘴笑了笑 这一刻 他忽然有点释怀了 也不是很后悔 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事都在瞬间发生 至于对与错 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石可骏仰头闭上眼睛 长吸一口气 静观其变吧 如果有事 那就在今晚上 从现在开始 他最害怕手机会突然响起 因为那有可能是王心报警了 另外 最怕见到警察 道理就更简单了 小伙子 到了 要不要等你 这是我电话 需要的话打给我付了钱 石可骏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走进秋元大酒店 最浓漠过战友情 这一刻 石可骏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回想三年军旅生涯 石可骏不由感慨万千 他们曾一起完成各种艰巨的任务 也曾多次舍命就对方于险境 是真正过命的兄弟 九点 公筹交错之后 取终人散 石可骏百般挽留 无奈崔卫平 萧志和郭萧 三位重量级战友 因为各自原因 不得不回了省城南疆市 直到车子在眼前消失 石可骏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去 他在离电视台不远处 租了套小公寓 走路也就十几分钟 此刻 热浪滚滚 加剧了他的烦躁 不过庆幸的是 直到现在 他的手机也没想过 可心中担心 却一点也没变小 只要一个电话 几乎就可以判定他的未来 想着这些 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石可骏心中不免感叹起来 曾几何时 自己是何等的威风八面 而如今却活得这么憋屈 一个台长就将自己拿捏得死死的 哎 前面就是秋元的酒吧一条街 拐个弯就到小公寓 想到此 石可骏加快了脚步 此刻酒吧一条街 人声鼎沸 非常的热闹 不过石可骏 却从来没有进去消费过 酒吧一条街 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三角九流的人都有 很多喝多了的人 打架闹事 几乎天天都有 在一家名为1816的酒吧门前 此刻 聚集了很多人 石可骏一向不爱管闲事 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已经从旁边走了过去 却又折返回来 因为他看到几个喝多了的小混混 正围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不停地说着什么 还不时传来一阵阵猥琐的笑声 此时 女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害怕 娇美地翘脸阴沉着 正指着一个大哥模样的男人 大声呵斥道 你们想干什么 真是无法无天 这时候 一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 奸生奸气说道 老大 这个女人真不识相 敢骂你 真他妈的欠捧啊 不过她是女人 咱们也不能欺负她 是不 然后一脸猥琐地盯着女人 眼珠子低溜溜乱转 不怀好意地说 美女 要不 你陪我们老大喝几杯 这事也就算完了此时 石可俊已经挤了过去 并未说话 因为他还不明白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 你还不乐意了 哈哈 这时 站在旁边的光头男凑了过来 不由分说 伸手就要拉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女人满脸的怒气 整张脸 因生气脸障的通红 一连退了几步 吕声呵斥道 哟喝 光头男扎扎嘴 一副不屑的样子 我们就这样了 你能咋低 在秋元 我们还没怕过谁 大妞然后又是一阵坏笑 旁边的人越聚越多 石可俊发现 却没人敢上前阻止 都是远远地看着他瞬间明白了 这几个人一定不好惹 或者说是这里打架闹事的常客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刚才说话的两个年轻人 一边一个走到女人身旁 突然抓住她的膀子 就往酒吧里拽 还一边说着不干净的话 你姥姥的 我他妈还就不信了 你个臭女人还敢教训起我们来了 你会看你怎么求饶 石可俊本来是不想管闲事的 因为今天她的心情也很不好 今天晚上自己能不能过关 还都是个未知数呢 不过她还有一个特点 最看不惯男人是强凌弱 尤其是对女人 几乎是同时 石可俊一个剑步就冲了过去 大喝一声 住手 几个男子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了一跳 等他们定下心来 见是一个矛头小子 马上就把心揣兜里了 变得更加嚣张 小子 你谁啊 你他妈管什么闲事 想找捧吗 去 去 去 滚一边去 我说你们丢不丢人 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人 你们休不休 还嘚瑟石可俊一脸的鄙夷 看着几个小混混 在她眼里 还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几个小臭虫而已 分分钟就能捏死 或许是今天心情不好 又喝了不少酒 本来她只想劝劝 此刻 俨然就是一副 非管到底的架势 捧她 揍死她 让她管闲事 就在这时 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 人群一阵骚动 此前 一直默不作声 冷眼旁观的老大 她叫许亮 似乎是看出了什么 对一旁的两个手下摆摆手 然后说道 兄弟 这没你什么事 借个道 行不 请让开 而此刻 年轻女人的气势 也变得暗淡下来 她情不自禁 躲到石可俊身后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知她是被气糊涂了 还是被吓傻了 只要一个电话 就能解决的事 她可是秋元 献新来的县长 此刻 却被她自己忽视了 石可俊 脸色阴沉 目光如炬 盯着光头男 又看了眼神旁的女人 笑道 走可以 我得带她一起说完 不由分说 拉起女人 就要离开 听不懂人话 是吧 许亮也有点不爽了 虽然她已从石可俊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样 但在秋元 她什么时候耸过 叔叔可是公安局副局长 见石可俊不识抬举 瞬间点燃了 许亮心中的怒火 她不来 就不赋予的耐心 请客就跑得无影无踪 不想再和石可俊啰嗦下去 一言不发 转身就向酒吧走去 与此同时 手左右摆了两下 一下子围过来几个人 挥舞着拳头 向石可俊砸去 女人眼睛一闭 她没想到 这些人会来真的 完了 今天要吃亏 此刻 她这实体面前 这个陌生的男子 捏了一把汗 砰砰 哎呦 妈呀 几声 当她睁开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一切 只见地上躺着几个人 正此牙咧嘴 大呼小叫着 刚到门边的许亮 也发现了不对劲 转过身来 心想 怎么回事 这小子 出手也太快了吧 远处看热闹的人 更是大喊 好 好 打得好 由此可见 这帮人为非作歹惯了 今天看到有人收拾他们 也情不自禁 喊起好来 这时候 从酒吧里又冲出来几个人 却被许亮拦住了 然后笑着走到石可俊身旁 朋友 你在哪里高就 叫什么名字 石可俊本来是不想理会他的 不过他一个大男人 做不改姓形 不改名 有什么好怕的 电视台 石可俊 说完拉着女人的手 扬长而去 一直走过去很远 石可俊这才注意到 自己还拉着他的手 微微有些尴尬 连忙说道 对不起 直到这时候他才有时间 仔细打亮起面前的女人来 三十多岁 一米六左右的样子 穿着一身黑色连衣套裙 烫过的短发 向两边微微翘起 人显得非常精神 或许是被他拉着走了这么久 也或是路边的霓虹灯反光照的 此刻 女人脸上泛着红光 两朵红霞清晰可见 谢谢您 石可俊摆摆手 微笑道 您不是本地人吧 酒吧常有人闹事 以后还是少去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他瞥了下 见是崔伟平打过来的 连忙接了起来 又看了一眼身旁的女人 朝他笑了笑 又对他挥了挥手 一边接电话 一边往家里走去 老大 我们已到省城了 对了 今天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如果是的话 可别瞒着我们 我没事 你把他们两个安排好就行 改天我来省城找你看着石可俊 拿着手机远去的背影 刘林心中有点感慨 回到家 石可俊先洗了个澡 吹着空调 他的脑子冷静了许多 看了下时间 已经十点多了 不知道王欣 此刻回去了没 自己可真是犯魂啊 对于台长王欣 他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他家很有钱 住在秋园最好的别墅区 他很想打个电话给他 似乎又不妥 万一 反正怎么这都不对劲 一时间烦躁起来 在小公寓里来来回回躲着步 心里却愈发地发慌 最后 他咬着牙打了他办公室电话 直到电话自动挂断 也没人接 他多少有些心安 至少说明王欣已经回去了 可明天等待他的 又会是什么呢 在石可骏看来 只要他不报警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对于这个是自己 为仇人的美女台长 他实在是没有一点信心 提心吊胆过了一夜 次日一大早 石可骏就来到电视台 就直接去了台长王欣的办公室 先打开空调 又扫视了一圈 目光最后落在 昨晚那一小片缠绵之地 晨音片刻之后 拿起抹布 将办公室彻底打扫了一遍 然后他像是检查卫生一样 用手指在地板上 来回滑拉了几下 确认一点灰尘 也没有 这才罢手 最后又泡了一杯咖啡 放在王欣办公桌 正中间的地方 忙完这些 石可骏双手合十 自言自语说了句 我最亲爱的台长大人 电视台第一大美女 求求你饶了我这回吧 回到自己办公室 石可骏怀着忐忑的心 不停瞅向门口 他和台长办公室是面对面 也是整层楼的最东边 直到九点 才从西边传来那熟悉的高跟鞋声 石可骏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恐怕是他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小时了 此刻 他就像是一个罪犯 在等待法庭的最后判决 这种紧张的气氛 让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心想 这个臭婆娘行为怪异 肯定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 王新进了办公室 昨晚他十点多才离开单位 回到家 歇斯底里班洗了个澡 他怎么也想不通 石可骏这是哪来的胆子 还是他早就 窥探了自己的美貌 蓄谋已久 而至于石可骏所担心的事 实属多余 王新才刚刚担任台长一年 发生这种事 如果给外人知道 对他的名声也不好 再说 这种事他也说不清 万一那坏小子 来个死活不承认 说他是自怨的 如果再无耻些 说是被他勾引的 那不是把自己给坑了吗 想着这些糟心事 王新也一晚没睡 想着第二天怎么收拾石可骏 绝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 坐在办公前 王新两眼通红 一股淡淡的清香传来 王新转头看了眼 眉头微微皱了下 端起抿了一口 咖啡早已经凉了 看来石可骏一早就来了 此刻 王新的紧皱的眉头 稍稍舒展了些 平心而论 石可骏其实还是不错的 高大帅气 玉树临风 办事能力也很强 自己平时那样 对他是不是也有些过分了 王新很清楚 石可骏是无辜的 他才是矛盾的制造者 所有责任都在自己 是自己和他过不去 最后将他惹毛了 才发生了昨天的事 不管怎么说 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在这时 石可骏探头探脑 像个贼似的走了进来 弯着腰紧张地看着王新 怯生生地说 台长 你还好吧 啪 没等到王新的回答 一本书直接朝他飞了过来 石可骏头往旁边一闪 这本足有两厘米厚的书 砸在了办公室门框上 石可骏傻愣着 他太心虚了 愣是没赶走 石可骏 你可真行啊 居然敢 本来 我是要让你吃几年牢饭的 听到这句话 石可骏顿时松了一口气 你压得 真是吓死我了 这样吧 你也不用在办公室工作了 马上去记者部报道 马上滚 石可骏正住了 这个处理结果 似乎充满了友善 是个好结果 转念一想 这可不是他的强项 自己连摄像机都没扛过 干记者 台长 您不是开玩笑吧 去记者部 可我学的中文 对那些玩意不在行 王兴差点没笑出来 依旧阴沉着脸说 不愿意吗 那你就去看大门 选一个吧 快滚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滚 说话间 王兴又拿起一本 足有五厘米厚的书 二选一 石可骏当然不会去看大门 那就去记者部扛摄像机去了 刚出门口 身后响起砰的一声 书还是砸过来了 王兴瞪着眼睛 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 打给办公室科员顾心仪 随即 敲门声响起 王兴也不啰嗦 直接说道 心仪 待会你和石可骏交接一下 以后你就接替她了 顾心仪有点不解 她看了眼台长王兴 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还好好的 这又是咋的了 嗯 好的 台长 出了台长办公室 顾心仪拉着石可骏 去了自己办公室 可骏哥 这是怎么回事 台长怎么突然 让我接替你呀 那你去哪 石可骏对顾心仪 还是颇有些好感的 人长得水灵 就是很讨喜的那种 看上去也没啥心眼 大家都在办公室工作 平时她也会来 请教她一些事情 这回听她问自己 石可骏着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稍稍停了一下 心仪 哥不能和你在一个部门工作了 以后伺候台长要留点神 别犯错了 待会儿哥把工作全部交接给你 我一会就去记者部报道了 石可骏心情不好 话语间透露出无奈 不过她也挺庆幸的 至少昨天那件事 王欣不打算深究下去了 自己总算逃过了一劫 想想这个结果 也算不错了 次日 在秋元县政府大楼七楼的 一间大办公室里 刘林坐在办公桌后 神情严肃盯着坐在对面的男子 她叫李如刚 是县公安局局长 李局 酒吧一条街的治安怎么样 据我了解 似乎不太好啊 听到刘林说这件事 李如刚心中一惊 看样子 这位新来的刘县长 似乎是了解了什么 他没敢回避 连忙说 县长 您知道的 这些场所年轻人居多 偶尔也会发生点小事 不过县局每年都会有 针对性开展整治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李如刚看了一眼刘林 继续说道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还专门加派了警力 在重点时段进行巡逻 听了李如刚的话 刘林心中一阵冷笑 昨天晚上如不是那个 那个叫石可骏的男子 挺身而出 自己恐怕就要吃大亏了 不过他并没有发怒 更不会把自己 昨晚的遭遇告诉他 嗯 不错 李局有心了 不过我觉得 县局是不是拓展一下思路 秋园是个旅游大县 酒吧一条街 更是对外的一张名片 治安不好的话 会影响游客的体验 一旦名声变坏了 再想要转变过来就难了 此刻 刘林声音变得柔和了许多 又意味深长地说 李局 我有个想法 你考虑下 是否在酒吧一条街 设置一个专门的港亭 24小时服务 刘林笑了笑 接着说 连位置我都给你找好了 就在1816门口 那里正好有一片空地 县长 我马上就安排 对于李如刚来说 现在可是个关键时候 县局局长一般都是高配 副县长担任 副处级 而他却是政科 他也渴望有朝一日 能升个一级 而对于刘林说的是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酒吧一条街的治安问题 已经是个顽疾 他也没少下功夫 可是这里面牵扯的人太多 有些人也是他得罪不起的 现在 既然县长想花大力气整治 那就好好干 一定要干出成绩来 这对自己 可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 至于后面会得罪什么人 那就是眼前这位美女县长的事了 想到此 他不由地多看了一眼 起身告辞 心想 三十几岁就能到此位置 还是一个女人 着实让人羡慕 啊 刘林 今年34岁 来邱元县还不到一个月 之前是省宣传部宣传处处长 石可骏 电视台 此刻 这六个字 在刘林的脑子里 快速闪过 那个帮了自己 却直接离开了的男子 连电话也没留下 不过 他已经记住了他 正在批阅文件的刘林 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笔 将右手伸到眼前 又摇了几下 这才仔细打量起来 或许是他昨晚上抓得太紧 时间又长了点 直到现在 手还有点疼 我这是怎么了 又是新的一天 娇阳似火 热得真让人受不了 就像此刻石可骏烦躁不安的心 上午九点不到 石可骏和顾心仪交接完工作后 回头看了一眼台长办公室 长叹了一口气 就去记者部报道了 说句心里话 他的确很不舍 不管这个女人有多么不可理喻 各种找麻烦 但他知道台长人却不坏 偶尔也会有对自己温情的一面 骂归骂 其实他对自己还是挺关心的 此刻 石可骏突然想念起他的好来 真是个混小子 而他却没有报警 把自己送进去 已经算是对自己人之意尽了 石可骏甚至天真的认为 如果王欣不是已婚 如果他愿意 自己娶了他都是愿意的 为什么呢 既然做了不该做的事 就要勇于承担责任 半年前 石可骏来电视台工作后 他的历史被关在档案袋里 根本不会有人关注 每天工作之余 他还有三大必修课 练舞 看书 听音乐 另外 还有一盒银针不离身 早上或晚上打一套拳 他可不想因为工作 将这一身的武艺 给荒废了看书 看什么书呢 不是经典文学 更不是四大名著 《一经》 是一本一书 是父亲临终前 才拿出来给他的 这本书的来历 他并不清楚 只是听母亲说过 往前很多年 是几百年 还是几千年 母亲也说不清 只知道在古代 他们史家可是个医术世家 后来遭遇了大变故 刚到门口 就从记者部的大办公室内 传来一阵阵 唧唧喳喳的声音 记者们在争执着什么 不用想 石可俊就知道 一定又在 为台花打嘴仗 他们也就是耍耍嘴皮子 涂个嘴快活而已 只要猪大美女往门口一站 一个个都老实得很 石可俊也没和他们打招呼 找了个空位坐下来 他现在可没心情去聊这些事 见识可俊进来 他们并不感兴趣 继续砍着他们的美女故事 做着各自实现不了的美梦 据说 自从猪大美女来了电视台 记者不聊的最多的人与话题 就是她 从来没有变过 猪小晴 一米六八 曲线婀娜 肤白貌美 在他们眼里 有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 一个个唾沫横飞 还是乐此不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别看猪小晴在电视上笑容迷人 声音动听 可平时在台里 她则很少与人交流 笑比金子还要贵 平时也是难得一见她美丽的笑容 冷美人的称号 就是这么来的 一个个心痒痒的 那种触手可及的诱惑 不是当事人 是无法体会的 猪大美女 可是咱们局里几十年未见的大美女 不仅播音水平超高 尤其是那副看上去冷冷的表情 就是酷得不行 哪天谁能请动猪大美女吃饭的话 无论在哪 你只管吃 我负责结账 敢打这个赌的人可不是傻子 他叫刘晓军 号称电视台第一记者 石可骏对猪小晴没什么太深的印象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打过几次照面 偶尔碰到了 也就是点个头 人家是主持人 自己只是为台长服务的小科员 现在到了记者部 那就更别瞎想了 上午九点二时 原先嘈杂的记者部办公室 突然安静了下来 石可骏抬头看了一眼 只见台长王兴站在门口 记者部主任王荣陪在旁边 后面站着朱小晴 王兴也没看石可骏 这时候王荣说道 刘大军 带个人 我们去县政务中心 王兴一般很少亲自出场 上午十点是有一个专访 对象则是新任县长刘林 就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 王兴突然转过头来 用手指了下石可骏 石可骏 你也和我们一起去吧 就这一声 让很多人羡慕的不行 平时他们也很少有机会 和美女台长一起出现场的 再说 今天还有朱小晴 秋元电视台 谁不想跟着去啊 满屋子 满眼的羡慕极度恨 看着一个个像是要冒出火来的眼睛 而石可骏心里却很纳闷 王兴你这是想干嘛 是打了我一拳 再给磕糖吃吗 算了 还是先吃了再说吧 如果还有机会 我再把你吃一回 就在这时 走在后面的朱小晴 低声说了句 走吧 石可骏正准备出去 这时候 刘大军朝他说 石可骏 你把那些东西拿着 一边指了指旁边的那些长枪短炮 石可骏瞬间明白了 王兴不是关心他 而是让他做苦力来着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 还算不上什么 下一秒 看着王兴坐上他的专车 石可骏心里不由失落起来 以前自己可也是坐那辆车的 现在只能坐面前这辆采访车了 一行人 三台车 很快来到县政务中心 石可骏跑来跑去 感觉就是个搬运工 更可气的是 王兴还时不时看他几眼 眼里充满了愤怒与不屑 像是在说 石可骏 这下后悔了吧 看我不整死你 石可骏气得不行 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暂且忍着吧 谁让自己一激动 把人家台长给办了呢 这就是对他冲动的惩罚 不过他也没觉得没啥不好 也蛮自由的 关键是 再也不用看王兴的脸色行事了 不过他早就在心里 也不知道骂了王兴多少遍了 甚至想过 如果再来惹自己 保不定哪天再把他给那个了 骂归骂 在他心里 他是不可能和自己撇清了 这种事 又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石可骏甚至想 或许王兴和自己想法一样呢 这时候石可骏才发现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朱晓晴 在盯着自己 这位冷美人 除了台长王兴 一般他很少会和人主动搭讪 永远是一副高冷的模样 让人很难接近 在台里也是特立独行 大家对他的事也是知之甚少 更让石可骏想不到的是 朱晓晴居然来到他的身边 还主动对他笑了笑 又拿出手中的讲解词 和石可骏交流起来 石可骏突然想到一句话 论魅力的重要性 长得帅的人 走到哪都吃香 其实 他是自作多情了 因为今天这个专访 韦时太重要 又是经济领域的事情 在措辞方面有几句话 朱晓晴始终拿捏不好 他知道石可骏文字方面的能力 这才过来找他的 石主任 你看看这段 要不要调整下 讲解词修改后 朱晓晴拿给台长王兴 最后定稿 朱晓晴很奇怪 这石可骏怎么得罪台长了 其实王兴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石可骏的确是有才 不过谁让他胆大包天 活该 给他点小教训 说不定对他将来也有好处 不过 昨天自己也没说啥啊 此刻 石可骏正在给刘晓军打下手 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其实他也有可爱的一面 毕竟在一起过 而自己却对他恨不起来 想到此 王兴的脸不自觉地红了 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居然想到一起去了此刻 在县长办公室内 刘林认真看着今天会议的发言提纲 他是宣传口子 出来的干部 自然对宣传工作 有着独特的见解 除了一些必须念稿子的场合外 刘林大部分时候 习惯列个提纲 然后根据提纲 进行急性发言 在去省委宣传部工作之前 刘林在省发改委工作了一段时间 而他一直没有放松过 对经济领域的学习提高 这是为什么呢 父辈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 而他的人生规划方向非常明确 那就是走仕途之路 这就意味着 必须要到地方工作 积累经验 提升自己 如何主政一方 如何发展经济 如何为老百姓服务 是他和父辈们聊得最多的话题 而他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悟性 在省级机关工作的这些年 刘林所见所闻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仕途理念 当官不实时将百姓装在心里 那你就不配做官 走上这条路 就无法再回头 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 只要心中装着老百姓 只要敢于和不良势力做斗争 就能做一个好官 9点40 刘林起身准备去会场 此刻 秘书秦南早已在门口等着 就在这时 刘林突然左右摇晃了一下 紧接着 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剧痛 他迅速用手捂住肚子 另外一只手撑着桌子 脸色瞬间苍白 额头汗珠滚落了下来 莫非是亲起来了 他很惧怕这几天 因为他的的情况和别人不同 这些年 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 结果高度一致 就是痛经 从那以后 每个月那几天都要靠止痛片才能撑过去 可现在已经产生了耐药性 吃止痛片都没什么效果了 打开随身的小手提包 拿出一瓶药丸 犹豫了下 吃了几粒 又喝了几口热水 咬着牙和秘书秦南一起直奔会场 这是他来秋元的第一个重要会议 实在不想取消了 十点 秋元县产业发展大会准时开始 这也是刘霖来秋元第一个重量级大会 秋元地处秋陵地区 全县下辖十二个乡镇 两个省级开发区 八十万人口 旅游资源丰富 有两个4A级景区 但工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前几年过度依赖于房地产 在招商引资方面力度不大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 对于刘霖来说 目前最紧迫的就是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 她清楚 只有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只要经济上去了 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产业发展大会 由常务副县长李天花主持 本以为这次她接任县长是板上钉钉的事 没想到从省里空降了一位县长 还这么年轻 她心里自然是很不爽的 今天的产业发展大会 就一个议程 新任县长发言 刘霖没有长篇大论 她是个讲短话 开短会的领导 在她眼里 县领导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各种会议上 不如多花点时间 去实地走走看看 多了解点民生 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她从秋元现状 要不要干 如何干 从这三个方面 系统进行了阐述 没有一句废话套话 整个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这次会议还宣布 为了推动全县产业发展 激活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县李决定 在全县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中 公开选聘一名年轻干部 充实到乡镇 用刘霖的话来说 秋元想要发展 必须人才先行 石可骏只是个打杂的记者 并没有进会场 只能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候着 偶尔帮朱晓晴找机位 不止采访现场 两个人并没有多说话 除了商量采访词外 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石可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也是凡人 自然对美女也是情有独钟 多看几眼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朱晓晴很美 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其实是一种气质 冷酷的气质 更让她印象深刻 这时候 采访室只剩下她和朱晓晴两个人 气氛有点冷清 就在这时 旁边的会议室中传来的声音 让石可骏有点好奇 怎么这么熟悉 好像在哪里听过 她只是一个小科员 平时也不关心县里的事情 不由自言自语道 莫菲新来的县长是个女人 是啊 你不知道吗 朱晓晴扑吃一笑 石可骏连这个也不知道 真是个书呆子 这时候 旁边会议室传来一阵掌声 全县产业发展大会也结束了 采访室的门被推开 台长王新走了进来 又对现场进行了检查 在确保没有问题后 站在那里等着县长过来 这时 秘书秦南走了进来 房间内的人马上迎了过去 却没见县长刘林 正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从卫生间方向走过来一个女人 王新连忙迎了过去 刘县长 你好 要 同为女人 王新早已经发现 刘县长今天似乎是出了点状况 因为刚才的产业大会 她也全程参加了 对县主要领导的报道 她这个台长 不亲力亲为可不行 关键这个刘县长是新来的 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干部 如何拍摄 机位 角度这些都有讲究 细节决定成败 一次细小的失误 就会让自己在县长面前丢分 王新年纪轻轻 能到台长这个位置 也不是白混的 她深谙其中的道理 刘林朝她微点了头 没有说话 只见她脸色苍白 走进采访室 目光扫视了一下里面的人 然后坐到主位 怎么是她 刘林的目光又返回到石可骏身上 神情有点异样 与此同时 石可骏也发现了刘林 这不是昨天晚上在酒吧一条街 遇到的美女吗 怎么这要巧 她居然是新来的县长 昨天晚上 石可骏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崔未平一个电话 她甚至都没和她说声再见 就离开了 刘林今天穿了一身蓝色套裙 标准的职业打扮 石可骏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虽然刘林的举止 看上去很正常 但她的脸色 神情却有明显的问题 她 气血不佳 石可骏前不久才在医书中看到 这种病并不少见 古代医学界大咖 李时珍 扁鹊所著的医书中 都有记载 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而自己那本医经 却有很详细的解读 现代医学并没有好办法 吃药只能治标 而不能治本 而刘林的表现 又与普通的这种病 似乎有着明显的不同 她可以确定 刘林今天肯定吃了药 但药效并不佳 因为她的额头上 已经出现了细微的汗珠 而且脸色越来越白 石可骏真纳闷 刚才半个小时的会议 她是如何撑下来的 以她对这种病的了解 那种钻心的脚痛 不是光靠抑制就行的 现在 刘林随时都有昏厥的可能 必须采取措施 但从她面向上来看 她这种情况 应该就是医书中所著 既发性医症不过 她还未完全掌握 但应急治疗应该问题不大 刘林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挤出一丝微笑说 王台长 要不我们开始吧 此刻 刘林已经感觉很不好 她想撑着 尽快把节目做完 就在这时 石可骏突然站了起来 喊了句 刘县长 请稍等 刷 刷 刷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聚集到石可骏脸上 王欣更是气得不行 心里暗骂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居然敢打断县长的专访 万一县长怒了 那真是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了 他也要跟着倒霉 王欣连忙站了起来 大声呵斥道 石可骏 你干嘛呢 快坐下 台长 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 刘县长他现在很危险 话到嘴边 石可骏就没法说下去了 总不能说刘县长痛惊吧 这是万万不能说的 灵机一动 他大着胆子说 刘县长 我刚才看了您的采访稿 突然发现 有个地方还需要修改一下 刘县也是一愣 他很好奇 这个石可骏 到底有什么事 居然打断他专访 此刻 刘县额头上的汗珠 已经开始往下躺了 采访灯光下 脸色异常的难看 他极力掩饰着腹部的脚痛 轻声说 王台长 让他说 此刻 王欣吃了石可骏的心都有了 虽然他也发现了一些不寻常 在他看来 不就是女人病吗 石可骏 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这要是惹恼了刘县长 你一个小记者无所谓 我就要遭殃了 千不该万不该 今天不应该把他带过来 都是自找的 冤家呀 石可骏 你就是我王欣前世的冤家 身体被你霸占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却变着法来坑我 其实是王欣想多了 在看此刻的石可骏 刘县和王欣都发现了明显的不同 在王欣眼里那个有点唯唯诺诺的男人 此刻 却是目光坚毅 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霸气 这种神情 王欣从未看过 心中暗骂你是变身了 还是在发神经 石可骏坐在靠门的位置 正对着刘灵的背部 聚光灯下 刘灵背后的衣服已经湿了一大片 他觉得 事情到了必须马上解决的程度 一书记载的面白被润而晕 正是此刻刘灵的症状 在大家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这时候 坐在采访以上的刘灵 身体明显晃了下 只觉得两眼一黑 直接向地上摔去 王欣顿时用手捂住了嘴 不好 真出事了 吓得眼睛一闭 坐在对面的美女记者朱晓晴 也被吓傻了 手不自觉地想伸过去 拽住刘灵 完了 他也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面前发生的事 幸亏石可骏就坐在刘灵身后 而他早已判断出会出现意外 就在刘灵身体晃动的同时 他已经起身 一只脚向前猛跨一步 另一只脚用力一蹬 瞬间就到了刘灵身后 伸出右手 在刘灵身体快要落地的一刻 硬生生地拖住 又在大家闭眼的一刻 他已将它稳稳扶起 采访间突然安静下来 大家并没有听到那种 人身体撞击地板 而发出的砰砰声 王欣睁开眼睛 包括刘灵秘书秦南在内的所有人 都目瞪口呆了 只见刘灵被石可骏拦腰扶着 而他的一条腿还弓着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在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事情已经结束 快去医院 这时候 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 几个人一起围了过来 刘灵身体虚弱 但却很清醒 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 轻声说道 不必紧张 我没事 休息会就好 他是县长 即便是在这种时候 也是必须要保持住一个领导应有的样子 秦南 你让他们先出去 里面的人自然也听到了刘灵的话 没等秦南开口 大家都很自觉地走了出去 直到此刻 石可骏才收回脚 一股暖流袭来 这才记起 眼前的女人 可是县长啊 秦南知道县长有着病 虽然他也很害怕 但并没有其他人表现得那样慌张 抬眼看了一下石可骏 见他的手 还扶在县长腰间 心想 石可骏 你干嘛呢 连忙走了过去 朝他笑笑 面前的男人可真不简单 居然能预测到眼前发生的事 刘灵很虚弱 石可骏和秦南一左一右扶着他坐了下来 刘灵说了声 谢谢你 勉强给了他一个微笑 意思是你也可以出去了 可是他却纹丝不动 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他咬了咬牙 像是在做什么痛苦的决定 县长 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 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就是刘灵 包括昨天晚上在内 他已经两次搭救自己 就在刚才 刘灵本以为肯定会摔下去 那可就尖尬了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有如神柱 这个男人居然有这么快的身手 把不可能的事 硬是做成了整个过程一蹴而就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刘灵并没有说话 点点头 石可骏两天之内 和自己不期而遇 在他看来是一种缘分吧 更为难得的是 从他的眼神中 他感觉到一种异样 至于是什么 刘灵还说不清 一股浓烈的正气 一股不服输的坚韧气质 这也是父亲常和他说的 灵儿 你知道爸爸 为什么要让你走这条路吗 不仅仅是 因为你是咱们刘家唯一的子嗣 而是你的身上 有一股正气和韧劲 不管你能到什么高度 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 爸爸相信你一定能有所作为 能为老百姓办事 此刻 他从石可骏身上还看到 一股冉冉升起正义之光 他会走仕途之路吗 县长 你是不是痛惊啊 一个大男人 当着两个美女的面 直接了当 说出这样的话 着实让人太过尴尬 不过 在石可骏看来 这很正常 此刻 他不是记者 而是个医者 没必要拐弯抹角 琉璃原本苍白的脸上 顿时变得有些红润起来 脸上飞过两朵红霞 秦南瞪了石可骏一眼 心想 你小子就不能含蓄点吗 县长 您这病应该很多年了 估计也去了很多医院 中西医都看过 但我知道 其实你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痛经 而是一种症状和痛经类似的异症 只能吃止痛片缓解症状 但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现在你应该是加大了药量 是不是这样 其实石可骏是想说 你哪里是什么痛经 都是一群庸医 如果不是碰到我 你很快就要出事了 还当县长呢 听完石可骏的话 琉璃目光惊愕 真是神奇啊 这个电视台小记者 怎么会懂这些 他就像个算命先生 说得丝毫不差 他突然来了兴趣 石可骏 你怎么知道的 县长 您只管我说的对不对就行 至于我怎么看出来 我自然有办法 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还望您别介意 石可骏只能如此回答 家训中还有一条 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医书的内容 石可骏偷偷学 其实已经犯了忌 石可骏又仔细看了眼刘林 走到他的身旁 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县长 您这样 可不行 再这样下去 很快就会出问题的 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您信任我的话 我倒是可以试试 石可骏 你可不要乱来 县长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秦南虽然觉得石可骏有点神奇 但对他并不放心 刘林的反应告诉了他答案 因为刘林知道 就在前两年 父亲曾脱关系 找到京都的华神医来给他看病 这位号称妇科病首席专家的华神医 在给他诊脉以后 连连说道 怪啊 怪啊 最后也是摇摇头 不过他说了 他从医大半生 也是第一次遇见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那就是 没人能治 只能吃药缓解 县长 我帮你把下麦吧 说完 也不管刘林愿不愿意 就伸出自己的手 在那后着 秦南有点生气了 这家伙 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 县长又没说让他看 十有八九 想趁机占县长便宜 石可骏 你干嘛呢 刘林对他看了眼 秦南 别这样 石可骏也是好心 我们不妨 让他试试看 也没啥损失 不是吗 刘林的心情 似乎好了一些 说话间 就将手伸了过去 洁白的玉璧 细腻如凝枝 神色有点疲惫 却不失娇美之气 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 身上散发着 不亚于二十岁女孩的青春 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石可骏变得有些失神 这结果眼上 居然在响入飞飞 石可骏的异样 怎么能逃过秦南的眼睛呢 此刻 他正在心里暗骂 石可骏 你这家伙 没看过漂亮女人吗 这色咪咪的眼神 真恶心 肯定是想 趁着给县长看病的机会 色狼 不要脸 真不要脸 呸呸呸 就在这一瞬间 他已在心里 暗骂了多少个轮回了 刘林捂着嘴倾咳一声 嗨嗨 石可骏 这才从心愿一码中 回到现实中 伸出自己的手 搭了上去 闭上眼睛 默不作声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年轻的石可骏 此刻 俨然成了一名老中医 秦南甚至有点想笑 这家伙可真逗 这变身也太快了吧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他已经看到他三种表现 从唯唯诺诺 到男子气十足 再到现在老气横秋的老中医 这跨度太大太离谱 此刻 刘林也在打量着石可骏 心里的想法和秦南如出一辙 也有点想笑 约莫过了十分钟左右 石可骏睁开眼睛 表情却变得更加凝重 为什么诊脉要这么长时间呢 虽然天天研读那本古医书 但他却是个初学者 而且没什么实践经验 他只能从细微的脉象变化中 一点点寻找和医书图谱相吻合的地方 最后才能进行诊断 说白了 他虽然有一本爵士医书 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菜鸟 虽然他勤奋苦读 或许是机缘味道 他觉得这本医书中一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而目前他所了解的连皮毛还算不上 对于琉璃的病 在那本医书却有记载 说虾猫碰到死耗子 也不为过 是他运气好 石可骏 怎么样 县长的病 你可会治 秦南见石可骏睁睁开眼睛了 连忙问道 琉璃的脉象紊乱 时而紧 时而虚 又时而辨识 热寒交错 最后犹如古琴弹奏时 琴弦突然断了 而他的额头上 竟也冒出了虚汗 石可骏又闭上了眼睛 不再理会旁边的两个人 努力在记忆中 寻找治疗的方法 又过了五分钟 石可骏的眉宇 渐渐舒展开来 他睁开眼睛 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转头看向身边的刘林 大人说到县长 我有办法了 刘林和秦南的目光 同时聚集到石可骏的脸上 从他那舒展的表情来看 要么是这小子故弄玄虚 心怀回策 要么他是真的有办法了 其实 刘林自己并不抱多大希望 对先前石可骏的话 可能是 被他误打误撞 真正论治疗 他并不相信 不过 看在他两次 林薇就自己于水火之中 又或是有死马 当作活马医的心理 心说 石可骏 我就给你个机会吧 此刻 刘林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眼神怪异地看着他说 史大夫 如何治 石可骏正在思考 听到刘林的话 他差点笑喷了 大夫 对于刘林的病 大医院这帮庸医是治不了的 但对于他来说 却算不得什么难事 站在一旁的秦南可不干了 眼里充满了不屑 见刘林开口 却也不敢再说什么 石可骏也不生气 真金不怕火炼 你们就等着瞧吧 就在这时 石可骏目光看向秦南 沉声说了句 秦秘书 能否请您出去 秦南顿时愕然 切 石可骏你搞什么鬼 你给县长治病 还要我出去 装神弄鬼呢 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 真是胆大包天 可耻 无赖 色狼 想归想 见刘林没开口 秦南只能咬住嘴唇 忍着怒火 用眼神进行着无声的抗议 反观刘林 差点没把他逗乐 这是为何 不过他表面上继续保持着镇定 淡淡一笑道 为什么要秦南出去 他再难道不好治吗 是的 石可骏脱口而出 石可骏 你到底能不能治 我看你就是个骗子 秦南实在忍无可忍 不由脱口而出 没想到 石可骏根本就没看他 因为石可骏脑子早飞快转动起来 如何治疗才是他当前所关注的事 一边说 一边将手摸到右侧皮带上 看上去就像是在解皮带 这可把秦南给气坏了 马上立声怒斥起来 好啊 石可骏 你个臭流氓 你 你解皮带想干什么 快滚出去 大色狼 刘林也被秦南的话给吸引过来 只见石可骏正在皮带上捣腾着什么 难怪秦南怒目圆征呢 此刻石可骏全部的精神集中在刘林身上 几乎是同时 他已从皮带扣子旁的小匣子里 拿出一小袋东西 这时 刘林和秦南才看清楚 原来是他们误会了 在石可骏腰间皮带扣的位置 有个长条形的真皮盒子 约莫有六七公分长 此刻石可骏手上拿着的东西 就是从里面取出来的 秦南 如果你想刘县长早点摆脱这个病折磨的话 就赶紧出去 否则影响了我 出了问题 我可不负责 治病讲究各境 稳 准 尤其对刘林这种疫症 更得小心翼翼 虽然石可骏掌握了理论 但几乎就是零实践 就更得留神了 万万不能被打扰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自己治病的方法 属于奇门异法 又是祖传治病秘籍 是不能被外人看到的 甚至连病人都不能看 本来她是要蒙住刘林眼睛的 但终究没说出口 毕竟她是县长 不过她会交代她 整个过程必须闭着眼睛 否则的话 她会随时终止治疗 这可是祖训 她不敢轻易违背 母亲去世前 曾再三告借过 今日 事情紧急 石可骏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医者人心 虽然她还算不上医生 此刻 在采访室的外面 王欣走来走去 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不过有一点 到目前为止 里面一个人没出来 就意味着 事情并没有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时 门开了 秦南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表情有些怪异 王欣连忙迎上去 秦秘书 县长怎么样了 秦南看了一眼采访室 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可恶的家伙 居然把自己给撵出来了 不过这话他自然是不会说 见王欣问他 秦南勉强答道 王台长 再等等吧 王欣有点不解 再等等 是啥意思 见秦南脸色有点难看 王欣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少说多看 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坏处 这个道理他太懂了 屋内 石可骏朝屋内看了一圈 本来他是想找个地方 让琉璃躺下 这样更方便他治疗 可现场只有几张椅子和采访台 没办法 石可骏只得找了一张稍矮点的椅子 让刘林坐下后 然后说道 县长 我要开始了 不过有两件事 我得事先向您说清楚了 你得答应我 刘林不解 点点头 心想 哪来这么多规矩 待会 你要把眼睛闭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动 现在我只是给您应急治疗 大概五分钟后 您就能开始采访了 不过 要想彻底根治 还需要些时日 我还要为你施针 不过 您能抽出时间来吗 刘林没再说话 继续点点头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说多无意 暂且看你小子有多大能耐再说吧 石可骏打开手上的牛皮小袋子 从里面取出一个金色的盒子 取出几根银针 站到离刘林大约一米远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呢 通常针灸是一根一根渣 而她的诡异针法则要六针齐发 因此必须拉开距离才能施针 石可骏吻了吻心绪 右手一挥 刷的一声 六根银针脱手飞向刘林两肩 一边三根 不偏不倚扎进肩颈 肩针等六个穴位 刘林闭着眼睛沉思着 几分钟后 原本冰冷的小腹一阵阵温热传来 整个人的状态也起了明显的变化 额头的汗珠已经逐渐消失 石可骏也在观察 见起了效果 连忙说 县长 您可以睁开眼睛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过您现在还不能动 马上拔针后 我还要给您按摩下常规针灸的时间 一般需要20到30分钟 石可骏考虑到 今天情况特殊 再加上她用的是六针齐发 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长 拔完针 站在刘林身后 帮刘林推拿起来 几分钟后 刘林站了起来 转了一圈 感觉恢复如初 精神状态甚至比原先还要好 不由对石可骏高看了几分 面前这位记者还真是厉害 居然真的把自己给治好了 石可骏盯着刘林看了眼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连忙说 县长 我还有一个要求 刚才忘记了 关于我给您治病这件事 您可要给我保密 待会你也不要说 是我给您治好的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刘林奇怪了 这是好事啊 换成旁人 给县长治病 那可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宁愿被别人误会 也要自己为他保密 刘林沉思了一会 本想多问几句 一看时间 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随后 刘林打了个电话给石可骏 算是交换了号码 并示意石可骏出去 可以接着今天的工作了 石可骏推门出去 王鑫 秦南 朱晓晴等人鱼贯而入 看到一脸红润的刘林 心中都困惑不已 莫非这家伙真有这能耐 居然把县长给看好了 离开时 刘林只是和石可骏点了个头 秦南陪着 就回了办公室 一次偶然地采访 一次台长整股地采访安排 对于刘林 王鑫 秦南 尤其是石可骏来说 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除了刘林 其他人并不清楚 之前的十几分钟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林不说 石可骏也不说 但他们知道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而故事到底又是什么呢 这个可恶的石可骏 在记者部工作的第一天 差点就给本台长 捅出了大娄子 回到办公室 王鑫后背还是凉嗖嗖的 他马上让人送来采访片 再次认真看了起来 似乎想从中发现些什么 视频中 刘林像是变了个样 上午开会的时候 王鑫就已经察觉到 刘林的异常 以他女人的直觉 刘林县长有女人病 但他却很佩服刘林 连这种痛楚都能忍受 可想而知 这位美女县长的毅力有多强 这也看出他对待工作的态度 视频中 刘林美与舒展 笑容甜美 谈吐优雅 吐辞清晰 和专业主持比起来 都毫不逊色 王鑫心中纳闷 石可骏这家伙 到底使用了什么旁门左道 他很好奇 回来的路上 还特地将石可骏 叫到自己车上 旁敲侧击问了好几遍 石可骏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没干什么 是刘县长自己好了 你们女人这病 有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 说这话的时候 石可骏还不带好意地对他邪魅一笑 似乎是想说 台长 你是不是也有这毛病 王鑫真想扑上去捧他一顿才解气 不过 他可不相信石可骏的鬼话 这小子机灵得很 看来是个做表面文章的高手 回到电视台 石可骏在那个超大办公室内转了一圈 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 此刻 他突然有些后悔 因为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懂医术这件事 可当时情况特殊 容不得他过多考虑 美女县长遭此尴尬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做事不理 他一定会良心不安 想想事已至此 再坚持几天吧 他和美女县长的缘分 估计也就这样了 最近发生的事 让石可骏心里很不平静 他有点看不清未来的沮丧 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为什么王心台长要处处压制自己 是不是前世他们两个有深仇大恨 这样下去 自己何时才能出头呢 想到这位美女台长 在自己面前一副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的模样 可在琉璃面前不也是点头嗨腰吗 王心 嘚瑟个啥呢 只会天天折磨自己 还真以为也看你了不成 哪天再把爷惹恼了 我再把你给法办了 哎 这年头 想混口饭吃 不容易呀 这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 真他妈憋屈 他甚至幻想着 自己如果有一天 也能谋个一官半职 就再也不用看王心的脸色了 突然 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 县里不是要公开选拼干部吗 自己为什么不去试试 万一成了 不就可以逃出 这个灭绝失态的魔掌了吗 石可骏对自己的能力 一向颇为自信 尤其是考试 那可是逢考毕过 在他的记忆里 就没有失败过 说干就干 看看也没啥事 他随即就出门了 石可骏骑上自己心爱的电动车 冒着酷暑去了烫书店 买了基本考试用书 他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 他石可骏不是任何人可以欺负的 尤其是毫无人性美女台长王心 终有一天 他要让他心服口服 上次是自己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 以后吗 嘿嘿 王心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主动来找我 到时候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以雪今日之辱 身处逆境 石可骏却很乐观 有些时候 很多事就是如此 往往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机会却已经在悄悄酿之中 只是你不一定知道 把握机会 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 此刻 身处低谷的石可骏 眼前仿佛闪过了一道金光 他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 他要当官 当大官 当好官 此刻 在他眼里 如果哪天自己也能干到阵长或书记 那就是祖上积德 显灵了 就像是潘多拉摩河被打开了 而为琉璃看病 则是他通往仕途之路第一道关口 眯着眼睛 憧憬美好未来的石可骏 眼前却突然闪过琉璃那曼妙的身姿 你还能更龌龊一点吗 石可骏心里暗骂自己 都混成这般天地了 还有心事做美梦 也不看看自己 有那个命吗 另一边 结束采访的刘林回到办公室 秘书秦南也跟进来了 从秦南那欲言又止的表情中 刘林早已猜到他心中的疑惑 不过他已经答应石可骏 要为他保密 对于石可骏 刘林此刻已不再怀疑他的能力 可这家伙怎么也懂医术呢 自己跑了那么多大医院 寻遍天下名医 也是束手无策 他几根非针 就迎刃而解了 这也太 太不可思议了吧 刘林抬头看了一眼秦南 若有所思起来 眼前这个秘书 他并不了解 是他来秋元后 县府办专门为他推荐的 说让他先用着 不行的话再重新找一个 今天在采访室发生的事 刘林已经发现 秦南有点不对劲 但他却没有往心里去 年轻人吗 还是经历的少 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好了 见秦南站在旁边 刘林微微一笑 有什么事吗 县长 我不明白 你是不是 秦南的话有些语无伦次 看上去没什么毛病 但听在刘林耳里 却有不一样的味道 这小妮子 这么滋滋不倦 还就住不放了 刘林有些不愿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并在理会秦南 低下头继续看着手中的文件 此刻 他手里拿着一份 秋元县干部选拔草案 这次公开选聘 一名副科级干部 充实到基层乡镇 这件事看似简单 实则在操作过程中 也是大有学问的 如何做好这次干部选拔 刘林在文件上批示了下 交给一旁的秦南 请组织部门 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认真组织实施 秦南眼睛一亮 然后走了出去 回到自己办公室 秦南马上打了个电话 姨父 我这次有没有机会啊 南南 当然有了 不过你是不可能 去乡镇的 如果能借着这次提拔的机会 争取早点 把你的妇科给解决了 把身份先转换过来 目前你还是要待在刘县长身边 我的意思 你懂得吧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嗯 我知道的 谢谢姨父 秦南停顿了下 欲言又止 想了想还是说了 姨父 刚刚刘县长 已经在那份文件上做了批示 估计很快就会启动了 另外 今天刘县长做专访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电话那头的男子 显然对秦南的来了兴趣 和声说道 南南 有什么事就说吧 难道你忘了我和你说过的话吗 刘县长的一举一动 都要向我汇报 嗯 知道了 连打个喷嚏 都要告诉你 是不 秦南娇媚的一笑 完全没有了在刘历面前的那份文静 秦南的电话 是打给常务副县长李天花的 随后 他就将今天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 晚上有个饭局 六点在秋元宾馆 你也过来 到时候远宾部长也会来 说完 李天花就挂了电话 刘宇明是县电视台副台长 今年快五十岁了 本来指望着干台长的 没想到中途被王欣恒插一感 这个自立最老的副台长 前面这个副字历经几任台长也没去掉 在台里大家都戏称他为千年老二 不过他很不甘心 因为李天花答应他 迟早会给他解决台长位置 于是乎 天天望着东边台长的方向 长须短叹 好不郁闷 不过刘宇明并不缺乏耐心 他有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 默默等待着机会 等着李天花提拔他 至于王远斌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虽然不是县委 但他是管干部副部长 妥妥的实权人物 秦南叫李天花一副 对外秦南是李天花的侄女 而实际上就是幌子 当得知上面要空降一位女县长来的时候 李天花第一时间就改变了策略 将县府秘书处科员秦南 推荐给了新来的刘林 秦南是新来的县长刘林的秘书 今年26岁 母亲杨佩佩是县议中副校长 比常务副县长李天花还要大几岁 几年前 李天花还是城中镇党委书记的时候 有一年高考前 他去学校检查考前准备工作 第一次见到杨佩佩 就被他的气质深深吸引住了 杨佩佩是语文老师 尽管已经40多岁 身上却透出一股浓浓的书香味 谈吐优雅 这对于电大毕业的李天花来说 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而这一切 早就被机灵的校长看在眼里 从李天花流连忘返的眼神中 校长看出了端倪 因此 在当天晚上学校组织的饭局上 杨佩佩就顺其自然地出现了 杨佩佩早年丧偶 为了女儿 她也没有再婚 女儿读大学后 她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年年教学第一 还被评为全现实家老师 可是在职级晋升 优秀老师评选 还是职务提拔上 每次都与她擦肩而过 杨佩佩并不傻 她当然知道 这其中的原因 没人关照提携 好事又怎么会轮到她呢 四十几岁的女人 对社会上一些现象 早已司空见惯 没想到机会就这么来了 她自然不会放过 那一晚 酒过三巡之后 众人散去 李天花似乎喝多了 校长随即安排杨佩佩送她回家 然而 李天花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酒店 就在去年 杨佩佩被提拔为现役中的副校长 正可谓 风光无限美好 三年前 女儿秦南师范毕业 因为是读的定向伟培 毕业后 直接被分配去乡镇小学 当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杨佩佩找了个机会 和李天花说了女儿的事 看能不能想办法将她调到县城来 实在不行借用也行 李天花自然满口答应 对于她来说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之前 李天花虽然知道杨佩佩有一个女儿在读师范 却一直没有见过 一天 李天花突然起了坏心思 有意无意说了句 佩佩 你哪天让秦南来我办公室一趟 有些事我需要当面了解下 顺便看看模样气质 看看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对于李天花的建议 杨佩佩并未多想 第二天就让女儿秦南去了李天花办公室 看着青春靓丽 涉事未深的秦南 李天花心中一阵激荡 盯着她看了很久 才万分艰难的 一开色眯眯的眼没过多久 李天花就给杨佩佩母女 奉上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惊 直接将秦南借用到县府办来了 还表示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就将秦南的人事关系转过来 更让杨佩佩感动的是 李天花还告诉她 会争取通过提拔的方式 直接将她的身份转变为公务员 这对于秦南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从事业身份转为公务员 这可是多少老师的梦想 而李天花却主动提了出来 对于妈妈和李天花的关系 秦南早就知道 开始的时候 假装不清楚 时间长了 竟也默认了 爸爸去世的早 妈妈还这么年轻 一个人含辛如苦 供他读完大学 为了自己的工作 去求李天花 天真的她 似乎对李天花并不反感 更多的却是一种感激之情 没过几天 秦南在众人羡慕极度恨的眼神中 来到县府办报道 李天花并没有将她安排在自己身边 而是将她安排到县府办综合科 随着秦南到县府办工作 两个人接触的机会 也逐渐多了起来 甚至在一些非常保险的私密性场合 李天花偶尔也会叫上秦南 对此杨佩佩却没当回事 女儿在县政府工作 她这个当副校长的母亲 脸上也很光荣 在她眼里 为了将来的发展 秦南和李天花亲近些 并不是坏事 杨佩佩清楚 在李天花的私人场合 带秦南去 他们母女已经是李天花 完全信赖的人 去年 一个节假日 李天花带着杨佩佩和秦南 一起去外地旅游 身处外地 李天花就显得更为 放松 不再担心会遇到熟人 就在回秋元的前一天晚上 三个人开怀畅饮 不到一个小时 杨佩佩就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秦南也是醉意朦胧 而李天花却没有喝多 半夜 李天花找了个借口 敲开了秦南的房门 或许是喝多了的缘故 也或是看穿了李天花的信思 秦南从开始的拒绝 到后来的默许 后来就这么把自己给弄丢了 后来秦南想过 那天的事 其实李天花早已蓄谋已久 从那以后 而对于这些 杨佩佩开始的时候 一直被蒙在鼓里 始终认为这是李天花 出于对自己的感情 而心甘情愿帮女儿 晚上六点 秋元宾馆豪华包间内 一场饭局正在进行中 李天花今晚没有喝酒 他和秦南的面前 各放着一杯果汁 王斌坐在他右手 左手是秦南 依次是电视台副台长刘雨明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 年近五十的男子 名叫邱建业 是秋元本地最大的民营企业 秋元建设的老板 其实今天这个饭局是由他组织的 而秋元宾馆 就是秋元建设旗下酒店 这时候 秋建业起身来到李天花身旁 他瞅了一眼李天花 却转向坐在左手边的秦南 说道 秦秘书 难得有机会一睹芳荣啊 年纪轻轻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秦南连忙起身说道 邱总 您客气了 你是咱们秋元的大老板 谁见你不敬你三分啊 以后还仰仗秋总观照呢 秦南的话不卑不亢 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扭头瞧了一眼李天花 见他脸上洋溢着笑意 又像是得意 李天花在秋元的圈子并不大 到他这个层次的人 不是十分可靠 是不可能做到一起的 既然把秦南带来 不用他介绍 大家都心知肚明 酒桌上的几个人 都知道 这位说一不二的李县长 对身旁这个漂亮女人 可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从李天花的表情中 很轻易就能看出来 敬酒要先敬秦南不会错 这样更讨李天花开心 他们早已深谙拍马屁的精髓 这时候 李天花的目光落在王斌的脸上 他轻咳了一声 说道 王斌 这次县里的公开选拔干部事项 书记和县长批示了吧 刚才来酒店的路上 秦南就已经将流林批示的事 告诉了李天花 他又扭头看了一眼秦南 秦秘书的事 你还要上点心啊 毕竟他才跟着刘县长 而刘县长刚来咱们县里 他对秦南还不够了解 估计也不会提 你找个机会 和天江部长说说 如果可能的话 还是早点解决得好 这也是为了工作 为了刘秘书更好的服务刘县长吗 李天花嘴里的天江部长 是县委组织部长周天江 他的想法是 先让这个管干部长务先去说 实在不行 自己再出马 但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了他 其中明显透着一股无形的压力 李天花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在秦南这件事上 他最好还是不出面的好 不然会引来非议 在他仕途的关键时候 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 这就是李天花的老道之处 很多事看似轻描淡写 却隐藏着许多东西 说完 李天花端其手里的果汁 来 王斌 我敬你一杯 我晚上有事 你们可以放开来喝 这时候 刘雨明起身来到李天花身边 照例先进了秦南 再转向李天花 对刘雨明的事 李天花心里有点歉意 本来板上钉钉的事 却被王欣这个女人给搅黄了 他不知道 王欣是通过什么关系 连跳了两位副台长 直接从排名末尾一举成功问顶台长 雨明 你电话里和我说 有事要向我说 是什么事啊 说吧 刘雨明的确是有事 要向李天花说 目光扫视了一圈 又干咳了两声 似有难言之隐 李天花瞬间就明白了 随即说了句 这样吧 你的事晚点再说 来 来 来 继续喝酒 见刘雨明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 要和李天花说 几个人很快就结束了饭局 各自离去 而秦南则早就走了 见其他人离去 就在包间里 刘雨明向李天花汇报了一件事 是关于王欣和石可骏的事 那天也真是巧了 刘雨明因为和老婆半嘴 心里郁闷 正躺在老板椅上抽闷烟 寂静的过道里传来几声 滚 滚 滚 即便是关着门 刘雨明还是听到了 悄悄打开门 捏手捏脚 查探了一番 最后确定了位置 刘雨明秀出了一丝异样 直觉告诉他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那种关系 直到九点 他才听到王欣的高跟鞋声 从办公室出来 而昨天早上一上班 王欣就安排石可骏到记者部工作 有猫腻 对于刘雨明来说 只要扳倒了王欣 那他这个千年老二 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上位 他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差 服务了几任台长 就是轮不到他 用他的话来说 他妈的 这点也推背了 听完刘雨明的汇报 李天花沉思半赏 开口道 雨明啊 这件事你做得不错 不过呢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 但是如果时机合适 倒是可以发挥一下作用 至于你说的那个石可骏 又是什么人 你了解吗 李天花做事一贯都很谨慎 对于这件事 他却有着自己的考量 他能理解刘雨明 如果王欣此时出了什么事 或者将这件事炒作起来 利用舆论的力量 把他调走了 对于刘雨明来说 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王欣的背景 他还不清楚 如此貌视 去做一件事 这不符合他一贯的形式风格 万一偷积不成十把米 可就不划算了 刘雨明虽然是自己的人 但他还犯不着 去做这种没把握的事 说到底 刘雨明只是他的一颗棋子 听李天花这么说 刘雨明也不好再要求什么 此刻他后悔的是 那天为什么胆子不在大典 弄点实锤的料来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不过李天花的话中 似乎还隐藏着什么 刘雨明也不好问问 又闲聊了几句 刘雨明就告辞离开了 李天花并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来到 位于10楼的1001 这是一间豪华套房 在秋原宾馆 他有一套专用套房 是酒店老板邱建业 专门为他准备的 就在10分钟前 邱建业发信息给他 说待会想去下他房间 至于是什么事并没有说 不过李天花已经猜到几分 秦南是琉林的秘书 时间上一点也不自由 尤其是这位新来的县长 家在省城 来了几天都是加班 而他作为秘书 除非领导主动说了 不然他是不好先走的 李天花打电话 让他晚上过来 他就提前向刘雨明请了个假 没办法 只得谎称 母亲身体不舒服 不到5点半 就离开了县政府大院 在县政府大院拐弯处 直接上了李天花的专车 对于秦南向自己请假这件事 刘雨明并没有多想 因为他晚上也有事 见秦南走后 刘雨明处理好手上的公务 看了下时间 已经6点 他放下手中的笔 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 自从上午石可俊 那犹如神手扎针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起了很大的变化 忙了整整一下午 整个人也不觉得疲劳 充满了活力 就像是年轻了几岁 真是不可想象 可是 可是 石可俊怎么到现在也没打电话过来 不是还要失真的吗 莫非是这家伙忽悠自己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刘雨明拿起看了一下 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三个字 石可俊 刘雨明按了下接听键 还未开口 电话那头传来石可俊 那晴朗帅气的声音 县长 晚上您几点方便啊 我来给您失真 石可俊直接了当说道 刘雨明想了下 淡淡一句 七点吧 你直接来秋元宾馆1601房间好的 县长 待会见 石可俊整个下午都在记者部看书 既然决定要报考 必须卯足进加油学 快到六点了 石可俊突然想起晚上有事 他要去给县长治病 约好了时间 石可俊在电视台门口的小吃店 吃了碗面 见时间还早 就决定不行过去 从小吃店出来 石可俊沿着大道往秋元大酒店的方向一路走去 没走几分钟 一辆红色奥迪嘎吱一声 停在自己身旁的辅道上 车窗摇了下来 朱晓晴那张俏丽的侧脸转了过来 你去拿 我送你吧 石可俊有点不敢相信 加起来也没说过几句话的美女主持 居然主动提出送自己 哦 朱 朱大主持 不用了吧 一时间 石可俊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了 不过这种好事 他着实 有点舍不得拒绝 朱晓晴 今天似乎心情不错 右手握着方向盘 左手轻捂着嘴笑道 心想 不就是个称呼吗 石可俊还真逗 随即说了句 外面这么热 你去啊 看顺道不 在你一程 你也少走点路 石可俊是个正常的青男人 对漂亮女人没什么抵抗力 但他本来是想走路锻炼一下 见朱晓晴这么热情 脱口而出 我去秋园大酒店 那你上来吧 我正好也去秋园宾馆 石可俊这次不再犹豫 快步走到副驾驶旁边 开门上车 刚上车 朱晓晴的手机就响了 他瞥了一眼 直接摁掉了 可没过两分钟 电话又响了起来 朱晓晴的脸色变得 有点不好看 不过这次他接了起来 我不管你的事 你别找我 我没钱 自己的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在开车 对方似乎不依不饶 朱晓晴又接着说道 你不要乱说 我在开车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说完朱晓晴就摁掉了电话 摘下了蓝牙耳机 明显有些愤怒 石可俊听不清 对方说了什么 单从朱晓晴的话中 他觉得应该是个男人 而且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 钱 回家 莫非是他丈夫 朱晓晴在台里有点神秘 没人知道他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也不刻意巴结领导 没办法 人家可是台柱子 想要离开秋原电视台 去市里电视台 那也不是啥男士 像朱晓晴这样的容貌气质 业务素养俱佳的主持人 走到哪都很吃香 怎么办呢 人家有骄傲的资本 石可俊正想开口问是怎么回事 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他整个人往前俯冲 如不是系了安全带 他的头可就要遭殃了 摆油马路上 从地面上冒出一股青烟 可想而知 这脚刹车踩得有多猛 紧接着汽车喇叭接连响起 因为朱晓晴的车子堵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 适逢下班高峰期 这情景 想想都害怕 估计几分钟就会招来交警了 这时候 从后面车子里下来一个男人 来到驾驶室旁边 用力敲了敲车门 嘴里嘟囔着 美女 你这车咋开的呢 你这脚急杀 差点害得我追尾啊 把我车整坏了 你赔得起吗 石可俊连忙下车 看了眼后面的车 几辆路虎SUV 他绕到驾驶室旁 赶忙打招呼 大哥 大哥 对不起 我们车出了点问题 您别生气 别生气 石可俊一副稀释宁人的样子 心想着 给人家打个招呼 赶紧把车开走 也就得了 男子看了一眼石可俊 倒也没说什么 这时从后面车里下来三个人 石可俊看了一眼 怎么这么眼熟 就在这回 几个人骂骂咧咧也来到了面前 这天真热 你妈的 怎么还不开走 石可俊定睛一看 说话的男子 正是大混子许亮和他的小 真可谓不是冤家不拒头 隔天又撞上了 与此同时 许亮也愣住了 这不是才捧了自己兄弟的家伙吗 直到现在 自己那五个小弟还躺在床上 一股怒火窜了出来 虽然他也有点害怕 许亮依旧目光灼灼地盯着石可俊 脸色阴沉着说道 石可俊 怎么又是你 你小子下手也太狠了吧 不过 你等着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石可俊淡然一笑 前天晚上的事 他都快忘记了 此刻又被提起 他不由冷哼几声 没有搭理许亮 他还真没把这几个小混混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朱晓晴已经回过神来 他觉得自己有点失态 打开了车窗 朝石可俊说道 石可俊 上车 我们走吧 又对旁边的许亮笑了笑 你好 真是对不起 我们马上就走 朱晓晴 许亮当然认识 秋元县电视台的当家主持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又想起 石可俊也在电视台工作 那两个人在一起 也不足为奇了 石可俊也没磨叽 看了下时间 都快六点半了 直接打开后座车门钻了进去 朱晓晴一脚油门 直奔秋元宾馆 许亮站在原地 目光阴冷地盯着远去的奥迪车 又看了看自己的车队 猛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嘴里骂道 小子 走着瞧 许亮 是混混 却不是个傻子 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对石可俊怎么样 再说 秋元美女主持还在车上 真要惹出什么事来 即便有人罩着 那也会很麻烦 车子很快驶进秋元宾馆停车场 朱晓晴扭头看了一眼石可俊 犹豫了下说道 石可俊 你先上去吧 我还要等个人 看着石可俊的背影 朱晓晴若有所思起来 又叹了口气 自己刚才这是怎么了 石可俊并不知道 朱晓晴刚才为什么会突然停车 他也不关心这事 对于朱晓晴没有和自己一起进去 石可俊简单地认为 他是名主持 而他则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记者 而且还是被台长贬到记者部的穷屌丝 人家朱晓晴能主动在自己一程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进了宾馆 石可俊看了下时间 才六点半 据约定的时间还早 于是走到酒店大堂休闲区 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了下来 随即拿出手机刷了起来 习惯性地看了会本地论坛 在电视台工作以来 石可俊养成了一个习惯 随时关注县里面发生的大事小事 这是他的职业敏感性 因为很多新闻素材都来源于社会 而且时效性也很重要 秋元论坛里 县里公开选聘副科级干部的公告 已经发布 他反复看了几遍 确认自己完全符合条件 长输了一口气 似乎这次招考 专门为他开的 这样的自信心 恐怕是无敌了吧 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 石可俊抬起头 刚站起身 马上又坐了回去 还顺势将脸朝后转动了下 因为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身鹅黄色连衣裙的朱晓晴 从大门外向他这边走来走 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两个人走得很近 似乎很亲密 从朱晓晴的表情上看 两个人聊得还不错 相反 朱晓晴并没有发现石可俊 静止走向电梯间 紧接着 石可俊也来到了电梯口 他看了一眼缓缓跳动的数字 电梯停在了12楼 不用说 朱晓晴是去12楼了 秋元大酒店6楼以上全部为客房 莫非 石可俊脑海里闪烁了一下 按了16楼 电梯直接往上 石可俊来到1601门口 是整个楼层最东边一间套房 刘林暂时就住在这 县政府宿舍区正在改造 大概一个多月后 他就能能搬过去 石可俊用手平整了 衣了下自己的衣服 身体占的笔直 这是他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开玩笑 这可是他第一次来县长的房间 如此一试感 为他增添几分信心 抬手犹豫了下 最后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石可俊的心脏也扑通扑通快了许多 就在紧张的同时 门内响起请稍等三个字 过了大概两分钟 门从里面打开 刘林的身影出现在石可俊眼前 瞥了眼石可俊 刘林心想 这家伙身姿真是不错 不愧是军人出身 他笑着说了声 请进 突然他面临了一个难题 石可俊进门后 刘林的手握住门把手 犹豫了起来 孤男寡女同处一世 关键他还是县长 手停顿了几秒钟 最终还是咚的一声 他将门关了起来 其实石可俊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表情稍显尴尬地说 县长 要不您还是叫门开着吧 没事 待会你还要给我治病 见刘林说了 石可俊也不再坚持 其实他只是表达了一下个人想法 至于怎么做 那还是得由县长决定 石可俊走进房间 迅速扫尸了一遍 对整个房间的 大概已有了初步的印象 这也是他今年部队生涯养成的习惯 对新环境必须有一个初步认识 别看他简单地一扫而过 整个房间布局构造 目光锁过之处 连地上的一根针也尽收眼底 不管是什么事 只有充分了解了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也是他在特勤大队总结出来的经验 刘林瞥了眼石可俊 端了杯茶走过来 礼貌地说了声 坐下些会 先喝杯茶水 石可俊也没客气 直接坐到沙发上 石可俊有点陶醉 若不是自己要来给县长看病 他一个穷屌丝 怎么会有这份荣幸 迈入美女县长的房间 突然他皱了下眉头 眉宇间顿生一股凝重之气 奇怪 但香之中 怎么还夹杂着一丝兴气之味 刘林也注意到了 石可俊的这种变化 笑道 石可俊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石可俊抿嘴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他还有一个秘密 也可以说是异能 就是嗅觉特别灵敏 在部队里 战友们都开玩笑 说他拥有一双警犬般的鼻子 对气味有一种非同常人的敏锐 尤其是他在治疗病人时 作用发挥的则更加明显 大家都知道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西医望处寇听 而石可俊史无前例地加了一条文 不过此文非笔文 是嗅觉的意思 他身居官场 却用自己独创的配方 打造出惊天产业 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而到了那时 早已不是今天 这副屌丝的模样 地位与身份 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以异能救人 也将坏人斩于见风之下 令腐败分子坐立不安 心惊胆寒 虽然两个人才认识两天 可这48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却非同寻常 无形中 已经将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步 少盯着若有所思的石可俊 刘林心中也有点纳闷 不过他并未打扰 一时间 房间内显得有点安静 看着石可俊清朗俊秀的侧脸 刘林忽然发现了什么似的 这张看上去有些稚嫩的脸上 散发出一股特有的气质 他的身份背景 加上自己在省级机关工作多年 见过很多大领导 居然如此的相似 这可不是一般男人身上所能具备的 是一股正气 正义之气 想到此 不由对石可俊又多了几分好奇 刘林相信面前这个神奇的男人 将来或许会给自己 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尽管他今天 还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记者 发行人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